这是什么形状?三角形?不对,这是正方形。那这个呢?呃,正方形。不对,不对,这是三角形。那最后一个呢?妈妈,这个到底是什么形状呀?放心松,你肯定会想起来的。 什么味道?哎呀,这到底是什么形状啊?我还是想不起来。哎呦,有点困了。还是先睡一会儿吧。 哎,这里到底是哪里呀?前面有人,我来问一下,我这是在哪里呀? 这里是图形王国?这里是图形王国?那肯定有很多图形咯。没错没错,我就带你去看看吧。快点上车,我们要出发了。 哎呀,怎么回事儿?这个轮子怎么是这个样子呀?这里有一个雕像。那它是谁呀? 有一天,它正在路上玩耍,突然就变成雕像了。然后,其他物品的形状也发生了改变。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?都是因为你,因为你说错了形状,我们要把你关起来。 哎呀,这到底怎么回事儿?要怎样才能出去呢?啊? 我父别爸,我来救你啦。太谢谢你啦。 快点走吧,你一定要想起这个形状。 啊?原来是一场梦啊。啊?妈妈妈妈,这个形状到底是什么呀? 我父,这个是圆形。圆形是太阳,轮胎,还有足球的形状吗? 没错没错。妈妈,我知道了。圆形,这个是圆形。 你们不要过来。 你为什么要把我父放走? 你们快点住手。 现在我知道这个形状的名字了。 它就是圆形。 哎呀,我终于自由了。 我父说对了形状,所有的物品都恢复圆状了。 太棒了! 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,我父。